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源源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其中复工位置上的王源源 可以说是中国女排的头号惊喜 之前饱受争议的她 终于为自己证明 在场上的表现与袁熙月相比 还要更胜一筹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 中国女排的三号位并不缺人 但事实上早在礼乐奥运会结束之后 郎平指导就在为海选复工而努力 期间有多名年轻复工脱颖而出 除了已经成名的袁熙月 王源源 郑益心 杨涵玉 高益 胡明源 也成功脱颖而出 成为了国家队的常客 不过 由于有着北长城之称的 老将严妮又坚持了四年 所以这几名年轻复工 在国家队扮演的都是替补角色 不过 上个奥运周期的各项国际比赛 郎平指导也给了他们不少上场时间 随着老将严妮的退役 这几名年轻复工之间的竞争 也进入了白热化 从技术风格来看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所以蔡斌指导上任之后 在复工位置上怎样选择 就成为了他面临的头盗难题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是蔡斌指导上任之后 率队征战的首相国际比赛 在复工位置上 外界普遍预测 蔡斌指导会以考察队员为主 入选了大名单的王源源 郑益心 高益和杨涵玉 都将获得机会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从第一场比赛开始 王源源就坐稳了首发位置 并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一场 另外几名进入名单的复工队员 出场机会都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 蔡斌指导的态度非常坚决 在试联赛还没有开打之前 王源源就已经成为了 其认定的主打队员 而王源源也没有辜负 蔡斌指导的信任 虽然状态也偶尔会有所起伏 但是在大部分场次的比赛中 王源源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最直观的对比是 试联赛的13场比赛 王源源在篮网端149次 触球得到33分 出现50次失误 而袁锡月的这项数据是 184次触球得到30分 81次失误 得分比袁锡月多 失误比袁锡月少 王源源虽然升高不及袁锡月 但是在篮网环节的表现 王源源与袁锡月相比 明显要更胜一筹 而进攻之前 一直都是王源源的短板 但是这一次 王源源在进攻端 也打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数据 154扣88中 18失误被拦 成功率57.14 效率45.45% 王源源是中国女排的 所有攻守中 唯一一位成功率超过50% 效率超过40%的队员 所以说王源源是 今年中国女排在失联赛中的最大收获 一点也不显得夸张 从失联赛蔡兵之导 对王源源的使用来看 下个月的市井赛 王源源以主力身份参赛 没有任何悬念 现在这个位置上 唯一令人担忧的地方是 袁锡月在失联赛期间 迟迟无法进入状态 全程都没有打出英勇的水准 在王源源大放异彩之际 袁锡月反倒成了 中国女排三号位的漏洞 距离市井赛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希望袁锡月能尽快找回手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